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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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是安养院 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提供医疗跟其他 只是让你住而已 所以你还要身体健康才可以 对对对对 对不对 那当然你还要荷包够才行 因为看起来 一个月你光是租金就要2万到3万了 对 但他的设备会很好 设备会很好 他有关老人的一些所有的设备都在里面 或者是给他们做一些附件的啦 运动啦 对 包括运势啦 各方面的设备都要很好 OK 好 那我不知道啦 憲哥因为你还很年轻嘛 但是说如果说像这种的话 对你有吸引力吗 提供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地方 当然目前的社会应该有需要啦 因为目前现在很多的小孩子 他不喜欢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甚至有一些女孩子要结婚 还要就有车也房 父母双房 那对父母来讲就情何以堪 但是他有钱 他有钱怎么办 我希望跟很多的年纪大的 一些年纪大的一起住在一起 要打个麻将也不用说三缺一找不到人等等 所以其实他是有必要的 所以你觉得对于这个族群来讲 事实上是有必要的 对 他是有必要的 但他不是社会住宅 但是这个不是社会住宅 对对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看起来这个租金还太高嘛 对对对对 因为社会住宅的精神 彭发言人就是要提供给 基本上两个经验 第一个是他对象 他一定要有些特定的限制 那从照顾的角度 当然是从最弱势 最需要优先照顾 那配合这个第二个就是 他租金一定要限制 你稍微贵一点的话 就不可能 所以基本上社会住宅 他的概念上 比较有点类似 从一个社会福利的概念 他说有点补贴的精神 补贴的作用 所以说你完全用市场的价格 是不太可能的 那光琴你觉得如果说 他的对象跟条件 是这么的弱势的话 他这个社会住宅 会不会被贴上标签 也就是说 就像你刚才说的 有人会把它认为 就是个贫民窟 其实政府 他们现在公开招标 预计在12月5号 他总共九笔 那沈姐 你们那表作得非常棒 你看 前面两个跟后面几个 长得不一样 因为他前面是有限制的 譬如说评宿 包括银法跟学生 这个讲得比较明确 简单来讲 内湖康年路 这是针对银法 杭州南路 这个针对学生 他九宗里面 只释出两宗 做什么呢 他这边 沈姐他这边已经写好名字了 他也不叫我们谈的社会住宅 他叫公益住宅 公益住宅 这些怎么名词这么多 他比脑力激荡的是不是 其实他 他标榜公益 可是事实上 我们刚才讲了 你在内湖的那一个 你最高还三万块 对 又没有餐饮 也没有医疗 你哪门子公益 所以很多人就踏伐说 你不是假公益吗 事实上 吴敦一吴院长 他在立法院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很技巧性的 他把我们现在 谈的这个社会住宅 他跟公益住宅 两个结合在一起了 让大家都以为 哦 这样政府做好事啊 有这么多的 所有都在照顾弱势 可是他是不针对 弱势在照顾 他也是假公益之名 但是他是开放给一般人 所有 但是你要现在是 引法跟青年 他还是有资格 但是其他的就没有 你知道询问路最高的是 仁安路四段 大家讲说这么好康 仁安路四段又要干什么 出租住宅 对 可是他这个东西 他是开放成一般的 就是说 我想 我想象中就是说 可能是譬如说我朋友中 有一些有钱的人 他第二代 可能父母在国外 他小孩子在台北市 对 他们有钱 他们就是多一个选择性 他可以去选择这个 那一般的 租不起房子 所以这样看起来 这个地方反而变成是豪宅出租了 不是这个平民出租了 对 对 张教授要补充 我想其实大家对社会住宅 或者所谓公益住宅 或者政府办的初住宅 对 我觉得是混淆了 还有合宜住宅 你看看 今天我们就飘出来四个这个民主 对对对 A7有合宜住宅 我是觉得大家对这个不了解 然后背后都隐含着 是有点政治选举政治操作 我觉得这才是我关心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它看清楚 要把它谈清楚 因为大家看到社会住宅怎么谈出来 是我们这个社会团体 发生到这个社会弱势 所以他跟候选人 跟马总统去要求说 我们的台湾的社会住宅 只有0.08 你看世界各国都至少百分之十百分之多少 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重视弱势的 他说好 马上要不要 所以第二天 这个郝市长就说 我把地宝来做社会住宅 哇 你这么有效率 这有点牛头不对马嘴 这让我觉得很错愕 你知道吗 大家搞不清楚 社会住宅刚刚讲的 是要对弱势者 这是第一个 其实背后还有很重要 他配套什么 他不是只有盖房子 他同时要什么 要由社工团体来协助他们 老人的照护的 这件事情要出来的 你不是只有盖个硬体在那边 他到时候没有人去协助他 社会住宅是要照顾这些弱势团体的人 所以整个配套 有没有想清楚 那这边的所谓公益社会住宅 其实他就是一般的出租住宅 那因为他租金不限嘛 所以变成是有钱人在租也可能 因为他是政府的BOT的案子 所以民间要赚取利润 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况下 真的想清楚 我们真的 的确我同意 台湾的出租住宅赏是很差的 是很不足的 政府要提供更好的出租宅 可是政府要提供住宅 不见了政府要盖哦 因为像民间有很多的出租住宅 其实空屋在那里 因为他不愿意出租出去 所以政府其实要 怎样有效利用民间资源 也许让崔妈妈第三部门 来帮助协助 房东和房客 让房租出去 不会浪费资源 那政府就不用盖了 为什么要政府盖的没有效率 然后只是一个选举口号呢 我担心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现在很重要了 我们来检视政府的政策 绝对不能让政府 能够挂羊头卖狗肉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说这九笔里面 刚才我都还来不及讲了 结果我们来宾呢就非常急切的 就已经提出来了 包括这个杭州南楼 这都精华地段了 这个原本要出租给学生的 那么每一瓶大概是一千两百块左右 而这个呢像台北市仁爱路四段 不得了了 这憲哥这里大概一瓶多少钱 一百五上下的 一瓶一百五耶 对现在新推特的一百五 对所以这个是精华地段当中的精华地段 有没有 所以呢它这个地方政府如果说要盖出租住宅 这个就我看这个彭发言人可能 这个就完全不能够符合社会住宅 也不需要拿这么精华的地段 因为它所盖有限嘛 你能够照顾多少的弱势的 这个人民的对不对 而且他还说了租金不限 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除了这个台北之外 还有其他哪些县市推出所谓的 这种比较平价的这个社会住宅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另外我们要看看国外的一些例子 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可以透过我们的手机的简讯表达 您对于现在不管是房价也好 这个政府的政策也好 表达你的意见 还有可以用电话语音投票来看一看 你觉得这个推出社会住宅 能够平易房价吗 看起来是不可能 马上回来挑战面对面